昊月当空,第264章,深蓝色的隔海头,扑扑扑,一连串的闷响声传出,几乎所有骷髅和绿毛僵尸的后脑都中招了,那飞盲精准无比,将13只亡灵生物全部覆盖。 9只绿毛僵尸蹦跳的身体顿时跌落,其中5只的头部已经被击碎了,身体抽搐着跌落在地,另外4只头部虽然也部分破碎,但并没死,挣扎着要爬起来。 这4只骷髅的防御力明显要强得多,头部被命中,却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 就在这时,一道无形的波纹瞬间蔓延开来,同时冲撞在4只骷髅的身上。 4只骷髅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眼中灵魂之火剧烈地颤抖着,小邪的精神冲击到了。 这些以灵魂之火控制身躯的亡灵生物最怕的就是精神冲击之类的攻击手段。 龙当当和汪长兴此时已经到了境前,两人配合出手,13只亡灵生物全部倒地。 浩月当空,龙当当,这大型骷髅有四阶巅峰的实力了。 绿毛僵尸应该是三阶。 月离记录一下,回去抱上去。 龙空空此时已经喜滋滋地接手了,好不容易遇到等级高一些的亡灵生物。 圆窝灵魯悄然开启,为了更好地隐藏,它也不用领域的力量,只是幻化出一条条黑色光带。 通过灵魯连接在这些亡灵生物,迅速展开吞噬,将它们的能量吞噬回灵魯之中,进行过滤。 被它吞噬的大型骷髅,骨骼很快就从先前的银白色渐渐变成了灰色,失去了光泽和强度。 僵尸则是迅速干枯下来,身体明显变得干扁。 比先前明显更浓郁的能量涌入体内,龙空空立刻通过生灵盾与伙伴们连接,将这拥有生命气息的能量传递给众人。 这一次的能量明显比之前要多,大家的眼神中都多了几分惊喜。 每个人的内灵力都提升了二三十点。 哪怕是在有圆窝灵炉以及苍月天使的情况下,正常修炼一晚上,它们的提升大部分也只有这么多。 击杀一对亡灵生物才用多久? 而且还不是很强的亡灵生物。 亡灵能量在过滤的过程中会损失很多,但被过滤之后所产生的带有生命气息的能量是能够被它们直接吸收的,效果相当不错。 得到能量补充之后,众人精神大振,龙当当和龙空空有了几分在魔镜时的感受。 唯一不同的就是,魔镜内,它们因为没有生命安全问题,可以肆无忌惮,在这里却必须小心谨慎,避免被亡灵强者发现丢了性命。 我去继续探索。 明熙先前用千机灵炉从后方突袭,从而快速击杀了那些亡灵生物。 这会儿,战役越发昂然,立刻引去身形顿走了。 隐身是刺客的必修技能。 龙当当他们原地休息,保持状态。 明熙这次才去了不到五分钟,子灵精立刻就传来了他的声音。 昊月当空,明熙,妈呀,大条了。 老大,我发现了无数的亡灵生物,好像是亡灵大军的主力部队。 不知道有多少,数量太多了,数不清,黑压压的全都是。 昊月当空,龙当当,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 小心,一定不要惊动那些亡灵生物。 虽然早就知道,跟随亡灵生物的步伐,一定会发现亡灵大军。 但真的发现了,众人还是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 龙当当主动操控侵吞曼土灵炉,将其对周围时间的干扰变得更强一些。 这才带着伙伴们迅速行动,按照明熙的方位指引向他靠近过去。 众人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再过一片大约五百米长的丘陵。 前方的地势突然有了一些奇怪的变化,整个地面开始向斜下方延伸。 很快,龙当当他们就和明熙会合了。 尽管大家已经聚在一起,可明熙还是用此灵精和众人交流。 昊月当空,明熙前方是一座山谷,里面有很多亡灵生物。 我先前稍微深入探查了一下,山谷内满满的都是亡灵,那里应该是亡灵大军的驻地之一。 里面的亡灵能量非常浓郁,阴寒的我都有些承受不住。 观察了一下,我就撤出来了。 昊月当空,龙当当,山谷内的亡灵生物是什么层次的? 有没有今天白天见过的那些强大亡灵生物? 昊月当空,明熙,不好说,我没敢太深入。 所以有些看不清楚,无法判断亡灵生物的品类,但至少可以确定,今天战场上的那种大胖子是没看到。 龙当当微微汗手,大脑快速转动思考着。 这山谷内的亡灵生物肯定是不少的。 虽然明熙现在无法判断清楚,但如此多的亡灵生物之中,一定会有头领,也一定会有强者。 这么多亡灵生物,也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退一步说,就算是真的扔个静咒进去,弄死大量的亡灵生物,先不说他们是否能够逃脱,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这次前来参战,除了完成猎魔团任务之外,龙当当也格外珍惜这样的机会。 这是提升伙伴们整体实力的大好时机,运气好的话,能够很大程度地帮助大家迅速提升修为。 一下击杀大量亡灵生物,而不能吞噬亡灵能量的话,这些亡灵能量也会被亡灵国度收回,用不了多久,亡灵生物还能诞生出来,这还是在他们能够勉强完成一个静咒的情况下。 而这样做,闹出的动静那么大,亡灵生物中的强者必定能够发现外界动静不对而有所反应,一旦发起攻击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 所以,在短暂的思考之后,龙当当摇了摇头,道,这里不能深入,我们还是要保守一些。 绕过去吧,从山谷外侧走,我们继续向左侧方深入。 亡灵大军的数量不知道有多少,但肯定不是这么个山谷能够容纳的。 我们还是,尽量去对付落单的亡灵生物。 明媳脸上流露出几分遗憾之色,这可是一个山谷的亡灵生物,这是多少能量啊? 要是能够将他们歼灭,那是多么正义的事情啊。 不过,她已经不是刚刚成为裂魔者那会儿的她了,再受了一些挫折,尤其是眼看着伙伴们都比自己更强之后,她比以前收敛了许多,尤其是对于龙当当的命令,她还是能够听进去的。 明媳翘无声息地离开,去探查了,龙当当凝视着山谷内部,没有靠近,却能隐隐感受到山谷内无比浓郁的阴寒气息。 这里面的亡灵能量极为充沛。 哪怕不击杀亡灵生物,站在他们现在这个位置,龙空空也能凭借圆窝灵炉吞噬亡灵能量。 当然,这是一种找死的行为。 龙当当拉着有些不甘心的龙空空,带着伙伴们朝着左侧前行。 离开那山谷一公里后,空气中的阴寒气息才减弱了几分。 林梦露将一些光明之力度给众人,帮他们驱除阴寒之气对身体的影响。 离开那山谷一段距离之后,明媳又发现了一对较弱的低阶亡灵。 他们再次将其剿灭,不过收获不算太大。 浩月当空,龙空空。 这速度有点太慢了吧? 如果不找实力强一些的亡灵动手,那还不如我们直接在家修炼时,提升来得快呢。 龙当当瞪了龙空空一眼,龙空空咧嘴一笑。 他其实有些急着回圣城,因为算算时间,他的女神应该快回来了。 只要顺利完成三个任务,他们其实就相当于完成了这次猎魔团总部的强制任务,随时都能够返回圣城。 这就是猎魔者的好处,他们并不属于军队,只要做出足够贡献,就可以来去自如。 浩月当空,明媳,我感觉强一些的亡灵生物应该都在先前那种山谷之类的地方。 外面游荡着的,应该是没资格进入山谷的,实力较弱的亡灵生物。 团长,我们要不要再去那山谷周围看看? 龙当当毫不犹豫地摇头。 浩月当空,龙当当,你们记住,对我们来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我身为团长,首先是要保证大家能够平安回去,这比完成任务更加重要。 我们未来有的是机会,所以,一定不能操之过急。 哪怕收获低于预期,只要安全,那也是没问题的。 明媳没有再说什么,林梦露和月梨都点了点头。 汪长兴一如既往地沉默,陶玲玲则默默地递过来一些准备好的食物给大家。 这个时候,天渐渐地亮了,远处的天边已经有了一抹鱼肚白,黎明了。 众人吃着东西,原地休息。 龙当当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其实他内心深处,一直对亡灵大军有着一些奇怪的感觉。 正常来说,这些属于阴暗的亡灵生物,不应该是在夜晚活动吗? 白天应该会对它们产生很大影响才对。 可是,他们所面对的亡灵大军却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就连先前发起对吉阳城的冲击都是在白天。 也就是说,亡灵大军不但不怕白天的阳光,甚至还能够不受影响,不会降低战斗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龙当当心中思索的时候,突然间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下意识地扭头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不只是他感觉到了,其他人也都感受到了,瞬间回头,一起朝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看,顿时让众人的呼吸都随之凝制了。 远方就在太阳升起的方向,隐约之间,他们看到一道巨大的暗蓝色光芒正在徐徐升空。 而这暗蓝色光芒在升腾的过程中,渐渐凝聚成了一颗巨大的暗蓝色骷髅头。 这比那天战场上他们所见到的主导着亡灵大军的那颗骷髅头体积还要大得多,大了十倍不止。 而这骷髅头在升起之后徐徐转向,面对朝阳升起的方向仿佛是在呼吸吞吐一般。 原本的暗蓝色在呼吸之间朝着天蓝色转化,而伴随着吞吐,整体又重新化为暗蓝色。 其异而庞大的能量在天地之间回荡着,巨大的骷髅头不断朝朝阳吞吐,能够看到淡淡的白色光芒在向它汇聚。 是的,那是肉眼可见的白色光芒,白色之中还带着淡淡的紫意。 原本因为周围有大量亡灵生物而阴寒的空间,伴随着这巨大骷髅头的吞吐似乎有些温暖了起来,就像是太阳的光芒开始带给大地温暖。 众人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那个巨大骷髅头升起的地方距离它们有几十公里,甚至有上百公里。 可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哪怕是在它们此时所在的地方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太阳完全升起,那巨大的骷髅头表面蒙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它的呼吸吞吐才算是完成。 紧接着,那巨大的骷髅头化为深蓝色的能量缓缓收缩,迅速向内塌陷,周围空气中都开始发出轻微的嗡鸣声,仿佛方圆上百公里都因为它的动向而受到了影响。 这要多么强大的实力才能做到如此程度,这绝对不是九阶层次能够完成的,难道传说中的百万灵力,也就是这个未面的极限,真的存在吗? 终于,那深蓝色的光芒在远处坍塌为一个点,犹如一个深蓝色的光轮,体积比先前的巨大骷髅头要小得多,甚至从龙当当他们这个方向看去,都有些无法看清楚那深蓝色光芒的情况了。 怎么像是一个人啊?龙空空突然呆呆地说道,他的视力一向非常好,他突然发现,在那深蓝色的光轮之中,仿佛有一道如同人类一样的身影。 第265章 恐怖对手 人,龙当当扭头向龙空空看去,龙空空用力地甩了甩头,是我眼花了吧?但刚才那蓝色光芒收拢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人的样子,而且,好像是个女人。 龙当当不禁有些无语,都什么时候了,空空这家伙还对性别那么敏锐。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那深蓝色的光芒已经彻底消失了。 没有任何犹豫,1911589七列魔团的众人迅速行动起来,行进方向自然是那深蓝色骸头的反方向。 那骷髅头必定是整个亡灵大军真正的强者,甚至是领袖也说不定。 比昨天能够与联邦大军抗衡的那个骷髅头还要大那么多,那是怎样的存在才能做到的呀? 根本就不用多想,先远离对方肯定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众人向反方向行进了上百里,哪怕过程中遇到一些较为低阶的亡灵生物,他们也都先选择放过。 直到离开对方足够远了之后,他们才放松了几分。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陶玲玲开口说道,什么问题? 明夕好奇地问道,陶玲玲道,我们这一路追踪亡灵生物过来,所过之处, 植被没有被破坏太多,基本都是正常的。 按道理说,在亡灵能量的影响下,不应该一切生命力都被他们所吞噬吗? 按照我了解的黑暗魔法和一些对于亡灵生物的记载,应该是这样的。 龙空空道,这有什么? 按照正常记载,亡灵生物还应该只在夜晚行动吗? 你看看我们面对的这些亡灵生物,白天也一样精神抖擞啊。 刚才那个大头,甚至还像是在用这太阳刚刚升起时所产生的能量修炼呢。 月梨微微醋眉,道,是啊,这一切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不正常。 有关那大骷髅头的事,我们回去一定要上报。 龙空空眼睛一亮,说不定会有不少功勋值呢? 龙当当道,我们继续观察,但任务还要执行。 这次出来,他们可以说是小心翼翼了,虽然目前还没有和实力强大的亡灵生物交手,但通过观察,对亡灵生物的了解也多了不少。 此时他们距离吉阳城大约150公里,不是一直向北深入的,而是向北之后,又向东行进了一段距离。 再次休息之后,明熙继续探查,寻找落单的亡灵生物。 他们也不知道吉阳城那边是否会继续战斗。 他们的子灵精没办法在距离这么远的情况下联系战士总部,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 这次出来,龙当当就没有着急,先多观察,加强对亡灵生物的认知,然后再徐徐徒之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亡灵国度能够将联邦逼迫到这种程度,需要大军出击,这显然表明了,想要彻底灭掉亡灵国度,应该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 对这种强敌,还是要多认知一些,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现在都算不上强大,当初在魔镜中,面对蛇魔神安度玛里时的那种绝望,龙当当可不想再体会一次。 现实中,他们没有第二条命。 一上午的时间,他们又先后剿灭了一些低阶亡灵,数量不算多,但苍蝇也是肉,总算也是给大家提升了一点灵力。 吃过午饭,日正当中,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 他们在一片树林之中休息。 正如陶灵灵所说的那样,这里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因为亡灵大军的存在而遭受到破坏,反而显得郁郁葱葱,空气清新。 此时也没有夜晚时那种阴寒的感觉,众人甚至都有种出来度假的感觉。 尤其是还没有出手过的三位法系职业团员,这种感受就更加明显一些。 浩月当空,明熙,团长,发现王者了。 突然传来的消息,让原本在树林中放松休息的众人立刻神经绷紧。 龙当当迅速起身,浩月当空,龙当当。 具体什么情况?有多少王者?能够判断实力吗? 浩月当空,明熙,团长,一共有两名王者,看上去是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 他们看起来,看起来有点像是在约会,听了明熙的话,龙当当不禁微微一愣, 其他人的心情也顿时变得古怪起来,什么时候王林也会约会了,明熙没办法给出更多的信息了。 他是在距离较远的至高点,通过视觉发现对方的,因为距离远, 所以他根本无法判断对方的真正实力。 龙当当带着伙伴们迅速赶到明熙所在的位置。 明熙此时是在一个山坡上生长的一株大树树冠之上,因此能够远眺。 众人纷纷爬上大树,朝着明熙所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从这个位置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 大约在距离这边两公里的地方,有两个人形身影正在一起, 只能隐约辨别男女,年龄都只能大概判断。 目测这两个人的身形都十分高大, 至少在人类之中算是高大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明熙之所以说,他们像是在谈恋爱, 是因为女性靠在男性的怀里。 龙空空突然扭头看了明熙一眼, 浩月当空,龙空空,明熙啊!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咱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王者, 而是其他恋谋团的成员啊, 毕竟距离这么远, 你怎么能确定他们不是人类是王者呢? 明熙不禁愣了一下, 浩月当空,明熙, 还有这种可能吗? 我还以为深入亡灵大军后方, 遇到的人形生物, 看起来还较为干净的就是王者呢。 浩月当空, 龙当当, 无论是不是王者, 先观察一下他们要干什么再说。 七个人, 七双眼睛, 盯视着那两个身影。 这两个人是在一处丘陵的山傲处, 从龙当当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正好能够看到。 换一个位置, 还真有可能看不清。 两个人只是静静地拥抱着, 并没有其他什么动作。 因为距离远, 众人感受不到两个人身上的气息, 也无从判断。 他们大约观察了一刻钟, 龙空空眨了眨眼睛, 道, 他们一直这么抱着, 是什么意思? 龙空空下意识就开口了, 并没有通过子灵精与伙伴们进行交流。 就在他开口的下一刻, 远处的那两道身影 突然同时朝着他们这边望了过来。 在那两道身影转过来的那一瞬间, 七人瞬间都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一股森寒的气息扫过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不好, 小心。 龙当当顾不得自己这会儿还穿着魔法袍, 闪身就挡在了最前面, 而远处那两道身影仿佛扭曲了一下, 然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他们的视野中迅速放大。 浩月当空, 龙空空, 真是王者。 这种时候, 他们顾不上隐藏了, 陶玲玲瞬间开启契约空间, 直接将风暴魔龙召唤了出来。 之所以召唤风暴魔龙, 是因为万一要跑, 他们还可以骑风暴魔龙顿走。 汪长星背后灵异张开, 手中霸天锤, 瞬间蓄力。 明晰隐身, 龙空空胸口处, 圆窝灵炉全面开启, 神奇与铜灵炉辅助, 直接释放出了天渊之海领域。 一道道黑色的光运绽放而出, 覆盖了周围的空间, 龙当当手持银浪魔法之初, 挡在最前面。 对方的行动速度非常快, 就在他们做这些准备的时候, 那两道身影已经跨过了近两公里的距离。 那男性的身影率先抵达, 他的身高超过两米, 皮肤蒙着一层灰色死气, 双眸之中有淡淡的紫衣闪烁, 身上穿着完整的甲皱, 手持一柄大剑。 这也是为什么先前龙当当他们无法判断, 这究竟是人类还是王者。 他背后的灵异是黑色的, 有点像是羽翼, 比普通人类六阶强者的灵异体积要大得多。 那灵异只是用力地拍动了一下, 他的身形瞬间爆起, 直接就到了龙当当他们面前。 碰, 汪长星背后灵异爆发, 手中霸天锤悍然强起, 直奔那男子迎去。 龙当当紧随其后, 但他故意落后半拍, 胸口处, 盛影灵卢光芒闪烁, 一道白光精准无比地落在了那男子身上, 将对方的攻击目标拉扯到自己身上, 从而让汪长星能够尽情发挥这一击的威力。 那男子的视线瞬间转向龙当当, 却并没有影响他迎击汪长星, 男子左手握拳, 一拳轰击在虚空之中。 在那一刹那, 众人只觉得整个空间仿佛塌陷了似的, 就连龙空空的天渊之海领域都随之凹陷了。 汪长星以力量著称的霸天锤, 在这一刻直接被那塌陷的虚空带偏了, 他在空中用灵异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 要知道, 他可是内外双修的六阶高级战士。 霸天锤轰击在空气中, 那男子的身影却已经从他身边冲了过去, 受到圣影灵卢绝对成立的牵引, 他的攻击目标只能是龙当当。 龙当当只觉得自己体内的气血, 甚至灵魂仿佛都要被牵拉出来了似的。 在这一瞬, 他立刻就明白, 自己此时此刻所面对的对手 不逊色于在魔镜内遇到的那个蛇魔神安度玛里, 实力不是九阶, 也是八阶巅峰。 而这样的实力, 并不是他们猎魔团能抗衡的, 生死关头, 龙当当没有半分犹豫, 丹田处的侵吞曼土灵卢瞬间激发。 一团白色光芒奔涌而出, 两只由白光凝聚而成的洁白手掌, 在他丹田前方, 一上一下彼此虚抓。 在这两只手掌中央, 有一团红光, 那赫然是一团宛如莲花花瓣, 散发着强烈红色光芒的存在。 下一瞬, 那红莲花瓣, 骤然弹射而出, 在红莲花瓣出现的那一瞬, 极其强横的凶力气息瞬间爆发, 就像是一头远古凶兽被突然放出来了。 浩月当空, 龙空空, 表姐, 撕卷轴。 那男子原本批出的重剑硬生生地收了回来, 然后做出了一个对于龙当当和龙空空来说都十分熟悉的动作。 他将重剑横挡在身前, 挡在了那红莲花瓣的必经之路上。 当,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中, 那骇然冲来的男子手中的重剑竟然被冲击得直接弯曲了, 但他全身瞬间绽放出了暗金色的光芒, 被击退二十米, 才在空中稳住身形, 他的眼中也流露出一抹惊讶, 显然没想到自己会被击退。 另一边, 林梦露已经第一时间撕开了一张传送卷轴。 十秒, 卷轴产生效果需要十秒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们还必须抵挡住对方十秒。 在对方冲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没办法判断对方真正的实力。 但当对方出手的一刹那, 龙当当就明白, 这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无论传送卷轴多么珍贵, 也没有小命重要啊。 落在亡灵国度手中, 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龙空空身在后方, 天渊之海领域的效果可不会减弱, 一条条光带缠绕在那男子身上, 疯狂吞噬能量。 和之前吞噬普通亡灵, 简直是天壤之别。 只吞噬了一瞬间, 龙空空就有种要被撑爆的感觉。 他立马通过生灵盾, 将能量传递给众人。 那男子本来还要开口询问, 但他一眼就看到了, 林梦露已经撕开的卷轴, 于是没有说话, 手中已经弯曲的重剑脱手而出, 竟直奔龙当当飞射而去。 他身上冒起的暗金色光芒, 也如同流水一般, 诸如那重剑之中。 暗金色光芒只是一闪, 就到了龙当当面前。 龙当当的眼神之中, 还带着震惊, 因为, 刚刚对方挡住, 自己用侵吞曼吐灵卢蕴养的, 一道修罗红莲剑一石, 所用的正式骑士的招牌技能, 一一神域格挡。 而此时这一剑之中, 更是蕴含着光之复仇的力量。